张华县政府26日在鹿港龙三市举行 201市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 迎龙王仪式随后进行传统议政采接 下午再至张宾工业区吉安水道办理 龙王祭典开光点睛下江祈福等仪式 县长卓博员与在场贵宾们共同启动龙王祭仪式 与会贵宾还有立法委员王惠美 鹿港镇长黄振燕 张华县体育会龙州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盛哲议员 县议员图淑媚陈玉姬权俊成 福星乡长年李松以及县府团队等贵宾共襄盛举 由鹿港庆端阳就从今天的龙王祭的祭典开始 这是在全国所有的端午节庆祝活动当中 最特殊也是唯一的一场龙王祭 那我们在我们的国家的一级古迹 也是米其林三星的据点 我们的龙山寺啊 我们迎请我们的龙王尊神 还有到我们鹿港天后宫 迎请水精尊王水仙尊王 来在我们整个鹿港的街头呢 来进行我们的议政的采接活动 那在整个采接活动结束了以后呢 我们在今天下午啊 会在我们的举办的地点就是吉安水道旁呢 我们更会举行龙州下水 点睛的仪式 所以这完全呢 是依照我们传统的古礼来进行 精彩文化 尽在彰化 要来看原汁原味 最精彩的游鹿港庆端阳的活动 就在我们彰化 欢迎大家一起来 卓县长表示 鹿港庆端阳活动 今年已迈入第37年 用感恩的心 感谢这些年来各单位努力付出 期望藉由传统议政 进入鹿港老街与游客同欢 并邀请外籍学生 国际友人 一同参与赛龙州游鹿港 将鹿港在地特色 发扬于全国全世界 欢迎全国民众在端午假期 踊跃至鹿港 体会怀骨且创新的端午风情 公益频道张华允 鹿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